小姐姐追剧 我唱前几天发了好多带播剧的预告 我看完之后只想到四个字 太大庆祝 哈喽大家好 我是这个追剧棒的排列的小黑 我是哈妹 这次预告测评 真的是最老人的一盘啊 而且迈向相当不错 话不多说 我们冲冲冲 骑士 爆 王宝强回来演电视剧了 悬疑犯罪题材 讲的是一个围棋老师 被生活逼入绝境 开始利用自己的围棋天赋犯罪 并跟身为警察的哥哥 黑白书徒的故事 汪宝强有几个镜头让我梦回 树先生 题材 很感兴趣 演技 不用担心 质感 看着很稳 三个字 我想办 王宝强身上那种 荒诞的黑色幽默 在那次独无一份内 陈明浩老师 警服一穿 铁轨一上 也让我梦回漫长的季节 唯一的不确定因素 就是剧本 八角隆重的编剧 你可一定要顶住啊 隐身的林子 妮妮 严妮 刘亚瑟 刘敏桃 董洁主演 首先 就冲着全女悬疑这个title 再怎么样 我也得给个机会 咱俩都不是好人 我觉得这么恨我 早晚会让我们两个一无所有 我就一无所有 我瞎的你 如果一个人身在黑暗里 那么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外编自豆瓣同名小说 讲述了一桩贯穿二十年的藏尸案 Vitual老公盗取了她的作品 她要拉回自己的署名权 由此牵扯出两代女性的挣扎和救赎 妮妮和严妮是母女 刘亚瑟和妮妮这对双A组合的情感纠葛 要从少女时期一直演到成年后 哈哈 爱看多搞 我已经做好准备 加入他们演然东啊 已经失去关注些类些 看预告和简介 我盲猜剧情会跟替换身份名字有关系 不过这个预告元素有点杂乱 像热血台词混减 希望正片能把握好地位 不要变成伦理剧哦 导演杨阳 类似题材拍过不完美受害人 编剧作品有合神二 原租评价好像还不错 那麻烦不要乱改 别让我失望 烈罪图剑二 看星星盼月亮第二季终于要来了 沈亿终于穿上警服了 今天你在这儿 身份是嫌疑人的朋友 还说 成队变收了一些 演员基本还是原班人嘛 但是冷静 导演和编剧都换了 第一季的编剧 之前还发了个微博说 因为理念不合没有参加第二季 搞得有点人心惶惶的哦 但这一季是和平饭店的编剧哦 印象中啊 它的逻辑是比较严密的 反而担心这个导演 希望能维持上一季的画面和节奏吧 人之初 有点不妙肉 代表作满江红尖入磐石 我就在这次常常发挥吧 但冲着里面好看的女角色 我还是要去审判两集 我就开始打赛面 感觉那排鹅有好多悬疑题材来着 是的简直是通了悬疑剧的窝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部 还有天行剑剧组团剑的总演之谜 欧豪河滨主演预告 看起来有点类似警察荣耀的刑警的日子 双时空设定加了奇幻元素 由周亦然 王影录 郑和惠子主演的十二封信 官返 间谍题材 标映南监制 廖凡猪猪主演的 复迪山河无名 这几部播出的时候 我们也会去瞅两眼 时间关系就不放预告啦 接下来我们看 贵旅 成都林 新云来主演 原著跟墨宇云坚是同一个作者 依然是复仇题材 女主从小被弃养 长大后辗转回到家 开始逆袭 这一场大戏 似真似假 他自己 我只想知道 你心里 到底藏着什么目的 你做我的妻子 我做你的盟使 我会让你成为京城低贵 预告有点超出我预期 装造落地明智很大气 镜头有构图有审美 这个质感在古偶里 真的算不错了 预告也是主线清晰 目测会有一部分 宅斗剧情 导演声称 这部剧的内核是反宅斗 希望不只是立FLAG 而是真正做到 编剧我看是9亿人的编剧 那我觉得女主的成长线 可以期待一波 我看到一个评论说 这是陈杜琳的闭设 题骸战术后的第一部女主剧 这位朋友你忘了 他还有大梦归离了吗 但是我说实话 陈杜琳的脸可以 陈杜琳演技不值得能否撑得住 虎耀里面他不是客串了一下吗 那个哭戏真的是 我感觉进步不是很明显 九重子 孟子一 李云锐 孔雪儿 夏之光主演 导演是拍虚言念念无名的 曾庆杰 哎呦 我终于给他安排上长剧了 陈杜琳的一场梦 一本花色 正能一转命运 确实将更多的人 推出生活 我明明误告 为何却改变不了结果 陈杜琳的一火自在 你却偏不信 改变是同名小说 原著主线是女主重生 拯救家族搞灾动 这个预告把视角剪得有点乱 重点反而不突出了 看起来想搞群像 更像人物介绍的PPTF 导演在短剧领域有了不错的成绩 希望他也能搞定这种大体量的内容吧 看画面和台词 山河破碎 国将不国 感觉也是想上升家国大义 但这种宏大的主题 我觉得对古欧编剧来说 真的是更差的哦 能坦坦实实把 蓝女主CP线系好 就不错了 斗罗大陆二 我只想说 赵雨昕真的很贴小舞 但是这个造型我觉得可以换一下 李小远的造型有点换是 古纳黑暗之神 乌乎拉乎 为我变身 咱们这是斗罗大陆不是巴拉拉小魔仙啊 史莱克学院 后五魂殿学院 将要一争高下 兄弟们 亮 团 有种在看cosplay自制剧的感觉 不现在的cos圈自制剧都能比这个质感好 我已经快爆炸了 敲起轻嚷 迪力热八陈兴旭主演 尾鱼同名小说改编 说实话 这是这几年巴巴主演的电视剧里唯一吸引我的一部 因为它很适配这种明面护萨的人顺人美录自野 所以到底插头发那一幕好像游戏画面呢 有一种生物叫做地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它们获得了变成人形的那种 但是在人皮之下 还是野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聂九罗 变点封刀 男女主呢都是原生 巴巴的台则是舒服的陈兴旭 我还是有一点听不惯他的水牛 导演指导过河神奇幻驱怪这个赛道应该不用担心 但上一部鲑鱼改变西医出运门 风美改的西医里糊涂 希望那一款的剧本好好整啊 反正从预告来说 巴巴至少走对了赛道 他还有一部跟金世佳主演的《利剑玫瑰》 公安打拐题材正俱风 他在里面感觉好违和 感觉播出效果会跟工作差不多 非要压宝一部的话 还是萧起轻嚷吧 古装剧还有几部剧 我们之前已经热过了 这次又出了新预告火速来看 首先咱们来看大风大耕人 今天是杨历3月11日 3月13日 5月1号 生活磨平了我的棱角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休息会儿 喝点小酒 劳逸结合嘛 凭我身为酒联制义务教育的优质品 脑子里的知识全是瓜 虽然王富丁的台词依旧一股较烟味 但好在跟清喜剧风格的男主剑则 这类人设比较贴合 我也不是不能接受 但是呢 我还是建议他提高台词水平 因为不可能每份都有人设给你兜底呀 清喜剧远霸总 此何必所以新荣业 许希安对着公主比的那套 丝滑小连招 还是有点笑到我哦 我现在只想买一块地 买地 对公主的死心塌地 观看预告呢 这部剧好像还改了挺多的 不完全是之前的恶俗男篇文 希望正式剧集内容能不发颠 阿弥陀佛 藏相思2 定档7月8号 小妖带着她的四个男人回来了 当天海报就给我笑出了鼻涕泡 你看这个里面的女主 她已经被包围了 请问你们四个是在围着她打麻将吗 是这把玉兰最佳美术 你想用我教你的剑术射杀我 朝着这儿 我要祭祀天敌 警告中心 我要跟图山景成婚 图山景死了 图山景死了 图山景回不来了 等等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开头那个红子红子的窗里 不是个啥子东西哦 真的好奇怪 特效也好幽默 我看这个预告啊 真的是好看的一字一字的 刚有点沉浸了 向流的美童就蹦出来 吓我一跳 还有向流左胸中间的两支 吓咧咧咧咧 会不会承受了太多哟 来的明明童了嘛 第一季后期的梅林大场面 就拍得很拉胯了 各种狗血纠葛 生死里边 还全都挤在第二季 所以说实话 我很担心成片效果 希望剧方能够根据第一季的反馈 好好操作第二季 反正还没开播啊 我就看几个男主 已经在热搜上打过好几轮了 我相信第二季 肯定不会太贫 我要看到血流成河 永夜星河 又是恒星隐秘之爱的儿童剧风格 王衣许狐妖 还没让你长记性啊 他就是小说里的男儿 那个腹黑病胶心狠手辣的黑莲花 我有个朋友 他呢 得让一个讨厌他的对象 对他改变态度 那他现在对我是多少啊 你的攻略对象 对你的好感度 伤瓦结束 不百分之二百 决定了 这部剧真的很爱于书星这样讲话 听感跟杀青特辑一样 与他之前演过的角色 没啥区分度 我已经审美疲劳了 从内容上来讲 其实我觉得原主相比 同题才小说出彩的地方在于 没有为了衬托穿书女配 李妙妙的善良而抹黑原女主木窑 希望电视剧也能做到这一点 目前看来 幅化到还算正常 特效也没有太假 按照原主男女主人设来的话 至少能让CP粉爽到 诶 不过哈 CP粉看什么不爽 哈哈哈哈 你的病是好不了了 除了以上几部 还有张文艺王储然演的柳州记 预告是古代史密斯夫妇设定 清喜剧风格 土土的剧情套路我是真的很吃 但质感的话 还是更喜欢杀青特辑 更有古运 任嘉伦李兰迪主演的 《流水条条》 任嘉伦是配音 人生和造型都让我梦回锦衣之下 李兰迪原生土字清晰 情绪也很到位 之前说男主给皇帝当过男宠 这排我们终于在预告头找到了皇帝 是你张峰逸老师 所以采访一下你觉得他没有CG感吗 哈哈哈哈 不 哦 哦 灵活吸血鬼设定的冰雪窑 李牧哥指导由欧阳辣辣高伟光主演 题材挺新颖 但演员方面 哦 哦 张文艺人民主演的锦秀安宁 原著是重生文学 男主强行跟女主发声关系真的很行啊 希望不该还原的不要还原啊 预告呢 个人觉得简得很凌乱 一叉 哦 胡腰小红杨的导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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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下降空间吗 这一步呢 因为时长原因 我们就不放预告啦 古装剧太多 怕大家审美疲劳 咱们转战现代剧 大山里的女校 这部我们之前也是re过的 根据张贵梅校长的真实事迹改编 这次的新预告很热血很感动 尤其是女孩们一起喊 青州已过万重山 那里我直接眼睛尿尿 就算我能不玩你 我从来也没有被女高放弃 宋家的扮相也很贴近原型 就是普通话呀 太过标准了 在云贵方言里面有一点突兀 但这个小霞自没有影响到 我对预告的人体观感 有了电影的前车之剑 只要电视剧正片也能认真 朴实的去讲故事 我觉得很难不成功 编剧阵容全部是亲联女性 希望是格局大不悬浮的正常翻拍 不讨好的勇气 李更新魏大勋主演近期稀有的原创剧本 比较新闻的一点是 这部剧是连会不能停的导演和编剧 预告呢也是围绕着打工人的那些事儿 有的人说小公司就是水浅王八多 都是这么大公司 水挺深的 再改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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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觉得第一版好一点 但王八多倒让你以为水浅 看起来好像是讲虎口秀行业的耶 还有好几个一席的演员 感觉还是比较适合我的下饭搭子 接下来我们看几部《线偶》 由谭剑刺李兰迪主演的《绿镜都市奇幻风》 女主可以随意改变自己的容貌 导致男主以为自己是渣男同时爱上好几个人 预告看起来还是多好耍了哟 又像有赤水风容现代香绿 女主变羊驼还有谭剑刺跟自己搞水仙 我突然觉得你很像我认识的人 你觉得我像谁 郑郑 你这么喜欢我啊 别选我的样子 不好看 好看 不要脸 自己夸自己 好好好 颠的我一般不看 颠从这个样子的我要追着看 设定有点那丝泪在美 查了一下是《童华》的原创剧本 两个主演演技我也不是很担心 还蛮期待的 幻语 张静怡周毅然主演 转笑声和叛逆笑草 女主因为姐姐去世的留言 饱受折磨 跟男主一起携手找出姐姐的死因 哦 还带点悬疑元素 是嘞 不过预告片呢 看起来有点青春疼痛风 原住的女主原生家庭相当窒息 一不注意就容易拍得狗血 但该说不说 张静怡真的好适合这种倔强破碎的人设 天生降丑 就是台词水平还需要再进步哟 有人说喜欢的人就像灯塔 会把你从黑夜里打捞起来 我们与法庭的距离 光看这个正俊风的剧名是不是很疑惑 为什么我们把它归类到现偶 哦 因为它是龚俊人民主演 预告里那股披着法官皮谈恋爱的味儿 已经偷偷藏不住了 龚俊的台词也进步太少了 非常的AI 任何场合 请你与我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 职业法官最重要的素养就是客观了 而非所谓的深度攻击 你说的是人外吗 我觉得这个剧啊 就是起到一个给公俊连铺十天砖加瓦的作用 耶 现偶的这个板块 还有霍建华的两部中偶 一部呢是跟猪猪的 他为什么依然单身 翻拍日剧不能结婚的男人 霍建华演这种略带神经质的怪大叔 还挺有喜剧色彩的 但我很担心 类鱼的编剧本土挂的感觉 另一部是跟张水银 乔正宇合作的青年 虽然天涯四美集齐了两个 但看看这个海报 看看这个画面 看看故事简介 人到中年的四个男人 从十七日有情 兄弟 东八区 真是阴魂不散啊你 王一文也有跟王安宇合作的值得爱 跟张星成合作的舍不得心事 预告看起来都挺平淡的 没有什么可道的 你不会冲月唐金吧 终于把鹅的片单讲完了 总体来看是不是觉得类型多样 演技派扎堆的大剧有 口碑座续集有 古偶也大多落地 不再是流水献仙霞 咱们这几次也算把酷 桃子鹅的片单都看完了 相比较而言鹅确实是最吸引我的 其次呢就是酷子 所以谁来救救他 我觉得鹅主要就是多 他身在多 总有一个你能够戳中的 对 sorry 有钱真的了不起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我是带你追剧帮你排队的小黑 我是哈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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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